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已经经济发达了 第二说明我们北京人生活复述 家家有车 车步 第三说明我们北京的城市建设还有扩展的余地 那你竟然是要大北京创业了理论积聚 那今天呢我们还接着昨天攀阳送这个故事的往下说 昨天啊我们说到了 朝纲中为了审问攀阳两家的案子 刻意到山西峡谷县一个天远的县城调来了七平县定寇纯 寇纯这一离开霞谷县的时候 霞谷县青城相送 是叫寇纯这个太监公主崔文 心中都为之所感动 寇纯离了霞谷县 上了马跟着崔文小行业入奔中京 不是一天 这天到了东京了 那时候是宋朝的首都 到东京建梁要进城的时候 这崔文呢 早掐算好的时间了 赶着尚不进城 因为料到尚不进城 皇上没有退朝 直接领着后人就上天见价 他算完成任务 所以一进东京建梁 东京建梁那首都啊 宋朝的首都非常热闹啊 湛泽专的清明上歌族里边 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识问他吧 寇纯一看 东京建梁城的一番景象 三街六巷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楼房亭房支策林笔 白墙规瓦 都门脆某 寇纯就想起十年前自己的从事 让人给点出去 由于自己对这个立国府的大人 没有学会奉行歌语 所以呢 转了大车十年 没想到今天又回来 看他人生 但忽然想起来 唐朝人有语气 有一首诗 寇纯坐在这马上 跟着这个崔宫讲 他这并马而行 寇纯在嘴里边下着诗的呢 这就那边当年 嗯 自茂宫成 奉宴来 乌仍不道 看华会 宣读观矣 陶千树 就是流浪去后带 这刘宇熙中生所诗的 他刘宇熙在唐朝的时候 这个圆河十年年 他被写到连外 朗州刺史 就把朗州掉回来了 重新启用他 刘宇熙显成所诗 当时那个守护是长安 长州的守护在长安 长安城里边有一个老造的罐 叫玄租怪 刘宇熙有感而发 这个玄租怪里面有很多陶宿 就是这十年当工长起来的 他借这个刘宇熙 是发给自己的 心中的这些奋 不平 说紫波红村 从未来 说这陆河山 这人来人往这西部湖都来了 啊 无人不到看华会 都是上宣诺观子看刀花去了 说宣诺观子里的 陶千树像和红路 去世流浪去后带 这都是我刘宇熙走了之后 再人又起来的 当年我老师还没人去逃出了 他这个潜在意思说 什么呢 全都怪什么妙堂啊 这个妙堂又何止朝纲 朝廷的那个所在地 就是朝廷里面这趟新的官员 十年前我没看见 现在十年前我都 从我来了之后 又冒出了一半呗 可我准记得想起刘宇熙这首诗 嘴里就当进去这个了 他就当进这个 给隋门那个做个马上听见 客人来了 你想当什么呀 哦 我就说 全都逛逃千书 就是流浪去后带 啊 你那喜欢这种作啊 他对 对对对 靠近一下 你想这一看都不知道 在这儿 他把寇军就领到了五朝门外 到了五朝门外 这些个随行人权全都下了马 寇军他跟着这个崔敏 进了朝门 来到朝皇 知道皇上正在的圣殿办公 让寇军在朝皇外当后皇帝宣殿 崔敏到的金剑之上 一间送太增 跟他就说 说奉指到峡谷先调选寇军来 朝已经把他调来了 就在殿下听选 宋太宗一听到这里说 选寇军上殿 崔敏出来 领着寇军 说皇帝选你上殿 寇军跟着崔敏往里走 来到金殿下 居然一看 这不好办 怎么不好办 这皇上的金殿上 是有品集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等级关键嘛 这皇上跪着磕头 那就那就品集 一品二品在哪 三品四品在哪 五品六品在哪 就没有七品 扣指是七品 小窝 扣指进来之后 听随门的 随门一看 这一个 你在哪贵呀 我看你就就在这儿 差不多是没敌这地方跪吧 扣转就在那里一流 跑步扑松 跪在这儿的 下古县陵 扣仲扣军中 残奸无荒万岁 万万岁 宋太宗的 下方往下去瞧 一瞧这个扣转 连外吊得中一个小官 衣服压重 冒不惊人 面中有些轻瘦 看辅色 影响不佳 这就是八千岁的清官特里查存那个 下一位是扣转了 正是为神 靠转 朕门清 你在峡谷县 连任三任 为官九年 善断疑难 故此 管你指掉进京 审问攀阳的宋案 你可敢问吗 皇上心想 如果他要说 我不敢问 不敢问你们大作 然后我就告个八千岁 你看你费用大气 找个女人来 他不敢问 但是靠转呢 马上就回答 陛下 既然诚敢奉旨进京 就敢审问此难 哦 靠转呢 我听说你的贤古县 趁过狐怒奔不还我 大不成谎 靠过狐狸 可有此事吗 皇上心想想问 这是一个传奇事的人物 说沈独龙的皇族大成果 靠狐狸 我想问你找回事 正靠准这个人 那读的就是恐慌之书 甚至都千须使人进步 在那个年代 宫殿社会这些个时代的解体 他们都是觉得这个人 尤其当初皇上 除了那种大事 和我们的心想 在这个地方 是我瞎孤的那边 我应该宣传一下 这红字头讲 人不真 耳朵 人不以兵之乎 所以我不能这样 就是人要不知道 我不能宣传 如果扣孤具有金钱人的这个思想意识 那 我行 我可以 我是定能胜利的 说我为什么能不能胡招 扣孤马上就说 沈狐怎么回事 那皇子怎么回事 说了一大堆 我俩都说胡了 眼睛都说实了 扣孤阴阳 那你们敢看我的吧 说我信谁也 扣孤 谁那么说 扣孤在这怪不说 陛下 所说 沈狐隆 问皇后 这几个事情 乃是霞骨县的老婆姓 最微臣一种意味之词 并无此之 扣孤说了一句客气话 两旁边买头文骨 大臣盯着 切切死意 听见没有 这也就是假的 发现最贵了 三天三夜 眼睛都熬了 我扣子都逼过来 你瞧瞧吧 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没出来 还真是人家客气 你瞧瞧瞧 你瞧瞧瞧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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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瞧 你瞧瞧瞧瞧 你瞧瞧瞧瞧 不要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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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的 这案子呢,恐怕也有些难处,在此,谨封以为四品御史,明日盛唐,这一句话,七品灯亮灶色。 三级啊,眼旁边这温慧大师一听,哎,你看这运气让他撞上来,这一下子忘了三级了呀。 四名了,寇审清多热力,先出隆灵,寇审可从晋灵,接着黄儿童说一句,可爱卿,问这个案子的时候,你要秉公而断,一碗水端庭啊,欧卫生之道,一定要一碗水端庭,不负镇之风刺。 就说给你个四品官,你得一碗水端庭,寇审清多热力,再次献恩。 皇上随着,皇上这一碗水端庭,他不说不一走,满车的恩武大臣,有党寇审的皇子边也都忘了下了。 这恩武大臣,官的那官,跟你七品相经没法比呀。 这是紫子毛巾在站立朝阁,一个人说,满里游光赠亮,大鼓掩扁,瞅得这么热乱了。 心想,别干你四品玉石,没关你王燕的。 寇审站起来之后,这个满朝刚中,他没有认识的,就一个人在这儿。 承向王燕铭,因为王燕铭曾经当过他里头考卫,王燕铭主动过来跟寇审打招。 他压着一个声音,寇审啊,是我把你吊来的。 八个字都用了,一块儿把你插出来的。 诸细弄使,走吧,走吧,走吧,我们下个店。 下个店,到朝房这个地方,往旁边,自己拉扣,站住一个没人的所在,就站着。 狗人啊,刚才在金殿上皇上这一切的风力四品玉石,就是得你官运很通满。 啊,是啦,就是不知道坐个床坐个床。 哦,这什么话。 狗人啊,皇上说的话没听见了吗? 不听见了,尤其后本强调那句话,要让你一碗水彩平。 一门是军庭什么意思 潘娘两家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都知道吗 不清楚了 他那个总管随人在路上都跟我讲 这个 帕尔尼是皇上的乐部 国杖开始 这个央夜招是八千岁的内战 御内战 是前提的将军 他们俩叫大传 皇上说这个 其实让我不要断庭 就是瞧着旁边买的角 聪明 这叫天外之音 是天外这个就是我请出来 你做好的准备了 做好的准备了 我另外一句先就做好的准备 我已经告诉过他 我要是适合他就盖一样 我后到燕丁新娘就这么准备来了 他们两个准备了 谈话的时候远处有人招呼 这八千岁 八千岁怀抱着娃娃金简 就站在那里打造三架 是有意的在上 藏着口来 他们两个人 一个手中南方正印 一个是平南方高俊卯 三个王爷站在那儿 八千岁就说这准备拿着眼睛 让你跑着王献宁扣出来 他就看他准备在那儿谈 八千岁招呼一下 王准备 这一年行 说上这一年请 王献宁先就明白 扣出来 冤群的那个人 哦 我不是 那是八王千岁 我的曹冈中的二号人 大官司牵着到他们两家里 一顿东西给王献宁扣 扣扣跟着王献宁过来 王献宁就给他先拘演 这八千岁 扣扣过来 突然跪倒认出磕头 八千岁伸手相当 哎呀 可爱情情 扣扣就召起来 王献宁 一生可好 靠着他 知道吗 你是我从峡谷县 把你查过来的 啊 我听说 你的峡谷县是个清官 所以把你调到朝中上 这是对你文语重的 可是呢 这案子怎么样 能够分清楚 分明白吗 王献宁 三岁 呃 为什么呢 究竟权力身份刺那 那么那么清闻名 呃 咱们走着瞧吧 哈哈 可是 知道杨天昭是我的什么人吗 不知道 那是孤王的魅诈 你问这个案子 一定要 一万事 我再问你 你现在是四瓶御史 前阵御史台刘裕 知道是怎么打 不知道 还是让孤王打死的 那王一为什么不得打死 这个刘裕 因为贪图贵了 让孤王我查出来 所以 我一检就把他账罚了 孤王 我想你不会吧 方家相随 这件事情可是有点不好说 啊 不好说是什么意思 方爷 是这样 你想啊 我在精强之上 刚才皇帝告诉我 身份攀扬之难 要让我一瓦水断身 我心里头明白 这个攀扬是光着的用 国上才是 其中那开始 要让我放那瓦水断身 王爷刚才又让我一瓦水断身 那么杨厌 说是王爷的运劲价 就只是要让我放这瓦水断身 我这瓦水断 那是一瓦水断 这瓦水断身 两瓦水断身 这瓦水就都撒了 所以撒了 最后王爷你一生气就把我打死了 这就是民事吧 哎 方春 你不会秉公而断吗 王爷相随 是 是的 为臣心理是必供而断 我想 不管是皇帝的岳父 还是王爷的位置 王子奔法受您通罪 九六代 王爷 你说对不对 这句话 问你八千岁 个儿倒一下 当时脸色不太好 王家经在旁边 这手心都出汗了 现在口水 你找我啊 你找我啊 你这么说的吗 啊 你怎么说这么臭 他瞅着王爷的那个面色 在朝宫的官里面都有这个特点 专门会看上级的脸色 察言棍色 随时说出那个话 都得使上级高兴才行 精心扣成这句话 能把王爷顶的那个脸色变了 王爷这个心想 慢了 扣着你先完 可是出乎王爷顶的预料之外 八千岁脸色随然变了 略微的 缠犯一会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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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扣出来 姑王我没管你翻掉呗 行 你就好好奔着暗子啊 有时间到我的南清宫去串门去 这王爷转身走了 王爷你得帮你干家 今儿顺风 哈哈哈哈哈哈 你敢把王爷顶的一阵 你跟他高兴啊 走了 王爷过来 扣着 我真心的害怕 你这个脾气 到京都你得改一改呀 可别对着 哦 是 我这脱口味出 没有办法 哈哈哈哈 走吧 快点去抢阵去吧 这王爷爷转身 把自己手下两个最好的猜人 一个叫张超 一个叫牛盖 把这两个人给了扣子 伺候着扣子 因为扣子都在京都里边 毕竟是在连在间远的一个小县 做这么同年的活 京城里边的很多规矩 很多事情 他都不知了 让这张超流盖 就等于帮着扣子 要去失败 张超流盖先陪着扣子 倒在这个御史的住所 这个住所是一个御史府地 这个府地就是原来被打死的那军 刘玉 这个地方 这话字可是很破 刘玉呢被打死之后 是个贪官 全叫做官家 现在扣准不住在这儿 扣准住在这里之后 头天晚上 先洗个澡 第二天就准备着生产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张超流盖两个人 把官服那边 不但你们衣服换了 这七品生四品 穿戴都不一样了 靠着 把原来 就是侠谷县的牙医们 给他做的那些新袍服脱下来 别好咯 包上 包子 靴子 袋子 全都别在一起 有多纪念品了 换上的浴室头 头戴着这近前三连冠 身上穿着朱子裸袍 妖记 全都欲在 祖增 墨里 超缺 穿网了之后 扣准就问张超流盖 我们今天上去师傅怎么去 大教育已经在门口上后 请你上教 好 咱们一起走 扣准跟着张超流盖 两人外出望外走 当走到这个院子 是影笔墙里头的 这影笔墙外出就是大门的 出了大门 就上跳了 这个影笔墙的前面 拔个抬笑 找到这掌头 这新任老爷上针 正在闲聊他 偷从走到影笔墙的前面 心疼说话听得非常清楚 扣分的脚步就停住了 他一看着张超流盖 咱也站着 现在前面影笔墙墙更多 诶 我说 听说的 咱们这新人哪个哪儿掉了的 这是什么线 什么线 说是挺天然的 山级 山级什么线 哎呀听说的 去虾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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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狗间 这咱们叫虾狗间 这咋也怎么样 这咋呀 嘿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先过来 有人看着他 干笑干笑哪 哎 一点迷派 鼎男队 留了孩子 那太晚了 那留了 那经过了 人家 那从哪做官 就在京都里面 没在外面去过 这个京都在外面 换不出了钱了 也不怎么用 弄了一股邪热把它弄回来了 哎 哎 瞧瞧 一会出来了 哎 哎 抠准站着这个隐蔽扣子 高兴师傅 转身抠准 往外一走 咳嗽 咳 抠准一出来 这八台就是 一起出站 哎呦 历史老爷 向民建委 亭建委 一起过去 啵啵啵啵啵啵 起来起来 我们今天 就一起去到 这是台阳门吧 还是大人 请客上校 请客上校 考证来到大门外 一看疫情 八台大校准备好了 这八台大校 新教 那时候做官做的教 就好像今天做的汽车一样 一看这教 就知道是什么品级 就知道什么身份 这个教 你看这七祖先 给带主 一个教 那是强夸 那是四个台 这是八个台 控准 绕着教堂当劲 尾身轻望乎 退望的教主一坐 搭上拖手 撂着教员 前后八个台 叫做教堂去上天 这八个台叫做头杠二杠三杠四杠 后五杠六杠七杠八杠 前后拖手 到上天 起来 他一起来 这一起来 这叫向你爹 这一爹弄着 寇春在里面坐着 就听前后那家台阶 还想接着书 哎 屁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靠着天天了 提名人靠水 岁数不大呀 这清学视觉 非常灵敏 接着有没有人说 我跟你说 您想在什么劲儿来点 在那一地方 净吃粗粮 这五杠 哎 没什么东西 起码上 照着油辣子 那块油能差三只 哎 这 这打不住定盘兴 哎 好 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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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叫走了 这台阶子一河山 寇春在哪儿坐着 河山河山 寇春来气 为什么 一个是 在比墙里面 听他们说的这个乡子老 寇春来自农村一个县城 寇春对峡谷县的那些老百姓 颇有百姓 先不老 寇春想 先不老 没有那些个 整治灰洒汉情在这种沟里面种地的那些种田人 哪有你们这些人在城市里面的这种得意啊 啊 你瞧不瞧如果 先不老 先不老 他们如果什么样的商ery 他那些心一个心 第二个 拿他们正在犹豫比 都差了三只标 打不进盘兴 屁 我说你想这个荆主里面真是啊 啊 锅儿多大 奴多大呀 再向门前的狗都凶 好 我让你们明白明白 坐着跳河山河山往前走的 这个轿旁有轿转啊 扣人在一边坐着轿 看着看着忽然扣魂 脚踏轿盘 落轿 落轿 这一声落轿 这姓哈 马上前后 轿都落下了 落在这赶方过来 轿轿打起来 大人 你有什么事呢 扣人在里面出来了 出来之后倒退手 这不瞧在那边看看 旁边有一个高温柔 武藤台阶 门口有脸色大吃吃的 那门关着 扣签脉不放台阶又走 他们这几台校 前后不是光台校 倒退 肃静回避 还迷不着台道 后面几十兵 但遭护卫 这是四敌月子的两个 这几个差人都乱了 张超刘盖子在那 大人 你要看什么 咦 我到这儿就不是他们 咦 您这有这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 排了那几台叫他们进来 干什么的 要撒尿 你怎么这叫撒尿 肯定他 要鬼什么 急着做叫 他要撒尿 他得从村里面扎黑线官啊 老下乡 扎尿的学生 一坐教会停下 就上个阿姐 爹就拿着 上个城市里面 他别过来 这家里才有门 他像鸡罐厂 是什么 啊 这都就 这 他没有 这 哈哈 哈哈 小啊 扣上 上 张超就给 把这个家的主人撞 张超过的一撞的 我当里面出了一老婆 老婆五十多岁 头在 方巾 身穿蓝衫 足蹭云子旅 在老婆 上到这 前面的牌子 其实这是一个 买卖 不顾的 想败 对老婆三里面出了 一看又 他吃下来一道 一看蒙老 平准 倒队 有一些大叫 用一棺权 在他面前 老婆赶忙 出来新疆 犯什么事 嗯 谁找我 张超过 这是我们新任的 御师老爷 扣个 扣大人 哦 大人你好 老婆六下来 扣什么 咱不要这么多理解 这是你家 对对对对 这是小老儿的著作 你家的房子不错呀 啊 桌子 你靠边 这怎么不就 实实的素好啊 这个实实的 雕刻得非常精细 是是是 还行吗 不算像成 你这个实实的是 从哪里雕刻的 这样实实呢 这样实实的 是咱们这个东关里 有一个王室呀 专门标刻这个实实的 在那儿标刻 哦 这个东西太好 这个实实实实实的 创生啊 那我说跟你商量点事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 这个东西 你借给我一个 上门标百一百好 哦 大人你要喜欢 这家子都给了 不不不 我不用两个 两个 我不好弄 我只要一个 就是他 哦 哦 你可以 你可以 可能 我 这东西挺纯 你不懂得懂呢 哎呦 爸爸 我这里有点事 然后以后他就在这上 嗯 来 挂一挂 抬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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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呢 这什么 这个东西 我这个支持的小伙伴 我跟他抬轿 抬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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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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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 经县 对呀 这玩意 这玩意 就装教级弄合 就我的教级板 抬轿 抬轿 哦 他能听得住 大家试一试 抬轿 抬轿 您做就好 那您做什么呀 您抬轿 不要解释 不合不合 有这么多马吗 我骑马去 我骑马去 怪 来 这 这不好抬呀 你们花不开 就能粘 轻微壮烈 这个东西都抬轿 抬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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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还不能都拿上 为什么 你忘了叫 抬啊 抬轿 都拿着 抬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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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挺激 韩子 这都 一时时 呃 那个不熟 就不用了 嘿! 好好看妖精,走啊! 走! 走! 趕快去上街!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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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抬着后的人这样进去? 这样进去? 这样进去? 走! 抬着好容易来到了玉石崖的 到这玉石崖的 都不重要 这妈的抬着 有七个在哪儿 就有一个站在哪儿 为什么? 踏戏 那个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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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出来 在后面骑着马隔过来 留到马上下 下来之后 把这个汽汽子给我弄出来 哎! 你 这鸭子门口就是小鸭子 这鸭子门口就是大的 弄出来 把这个湿湿的弄出来 弄出来 里面 反正就往旁边一撂 大人 您看 咱这门口有点 咱这俩不大 这些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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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我哪儿刷 哦!我靠一靠 这些鸭子 咱可说的 咱们可这两个脚子说 你可这个比他 这个稍微再写 你说这个鸭子 要是摆在这儿吗 出来进去盖世 要是摆在旁边 一边两个 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 最差 所以说是 这个是 算了算了 你说我呀 在这个沙湖站在场 像我脑子 有什么见识 算了 这个事实都不要了 你们爸都在那台湖去吧 哈哈哈哈 爸爸叫我一听 他就没哭了 哈哈哈哈 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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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见了个老头 你就跟他说 你说我们大人去看 门口有两个 这一个黄的就多余了 啊 谢谢他 给他原地放的那个地方 啊 感谢人家 去吧 哎 好 他去哪一看 这碗子 谁提醒我 我 我都不能碗子 他说过来 一个跟他不错的 方向上 反正湿湿的抬起来 扣个稳 这个是玉石阳 进到玉石阳之后 先在后堂里边坐下 稳当稳当 有人给吸上茶来 扣车在这儿喝着茶 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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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着送狮狮子来 一会儿的公公 那几个台湖呢 送完了回来 各道后堂 向大人引扣 老爷 哎 哎 那师师傅 挡着 挡着 扣着 你看 一个人都满脸 大汗 他这看见的 兄弟 我闹着破坏 其实那几年中了 他就合一样 啊 这几个 那气还没揣云呢 哎 挡着 跟老头也说 老头说 你要什么时候喜欢 再拆一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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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们几个人觉得怎么样 啊 觉得挺好 哈哈哈 就蜂糧了吗 哈哈哈 有蜂糧了 就蜂糧了 咬着説净话也行吧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些咬着的时候 他们拖着剌出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告诉你们,你们说的话我听不懂,我们知道,大人,我们有岁,我知道,大人,您这场之王呢,现在给你们留着情面呢,大人,您用不留情面,要是不留情面呢,我跟那个老头换狮子。 你们这些人嘛,是钱人就是我留意的手下,对我这个天然提起来的官员,瞧不起,我告诉你,做官不再是什么地方,只要一心并争为老婆行坏事,这就是好官,所以官我是什么地方, 你管我要做什么地方,我差了三十票,你以为我是猪吗,什么该做,什么该做,朋友大老,也不你小心点点,哎,哎呦,去吧,哎呦,我的妈,太厉害了,哎呦,在这个台调,得让靠枕跟姿子够像,几个台调,靠枕在这儿坐下, 正准备了乔开了哟,让在这个字眼里面,刚刚刚我想看暗冤的时候,穆 人听前面。 伊士大唐,唐主想,钟噉噌噌噌噌噌噜噌噂噌噌噌噌噌噌噌噔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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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噌噌。 就有个打官之报 靠主张持足一脑 怎么我刚一上车就有打官 靠主明白 御史堂 不代理民送 民事诉讼不能上这来打官 这个地方 是专门要以官员打官 这个时候靠主就问张超六盖 张超六盖 怎么有人 激苦民怨 是不是老百姓 他不能吧 一般人都知道这愚蠢 不受你一次 你们就看一看 去不做十张超六盖回来 是真有几股民怨的 您升堂吧 哦 这个面子还不错 开场吧 来 升堂 靠主一说升堂 马上再进去三班牙 一来就前面 大藏上 三班牙一战地 别 各种刑具都摆着了 靠存关头 带人齐藏 然后在运事堂上边 多人人本作 一拍桌 在几股人上堂 说了话就跟东大下 坐在上边的人面 靠上一看 上来这边 两个人 一个长得面色幽黑 一个长得面色白气 面色幽黑的这个人 身上穿金挂燥 一身短一空 面色白气的这个人 身上穿的就是宝蓝色的衣服 从他们两个人这个村长打败 好像是什么官员 中的 族人 管家之类的 但是从两个人这一上 藏着几步走 扣分自己观察 所以这两个人又不像是一般的族人 这两个人身上带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官气 什么叫官气 就当官里流露出来的那么一种气质 当官的气质什么样 这个东西很难用言语帮来表达 但是发自内心深处乱卖 展示出了一种 我有权利 我居高临下 我什么都不怕 那都不懂 所以有的人说 你说这官说干什么 看什么看什么 再乱一走 你看 啊 为什么 他自个心里面就觉得 我比你们都强 我都管着你们 就这么多 但这两个人往上走 这两个走 后面一看 出现了族人 这族人老受人的知识 走到干什么都挺快 你有什么事 这两个人往上走 虽然一不是族人 走到卖水方 这么啥 后生心想这怎么回事 这两个干什么呢 这两位谁呀 这两位可不是一般 来俩王爷 一个是东平王高俊宝 一个是鲁南王正印 这鲁南王正印呢 提起来比较粗 东平王高俊宝是个有文的话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干什么来的 打棺材 其实他俩到底是考玉石 他俩为什么来考玉石 昨日咱说了 八千岁在朝皇前面跟寇 我们见面 谈一张话 那个高王爷和郑王爷两个人就站在那边 他们看见柯宝 谈完了话之后 这两个人跟着八千岁在南清宫了 到南清宫就跟八千岁说 说王爷 您就调这一杯来 就能审认谈想两个人的案子 八千岁跟咱们 我查清官司查起来 这个人善作疑难了 那么咬不得 八千岁 这个人太棒了 八千岁一说这句话 刚刚这么忙两个人 最后的很不服 八千岁跟您说 弄不好啊 弄不好啊 您哪 是选的一个废人 而我说 三千岁 您看 在今天上 王爷问他 什么叫沈葫芦问皇国 他说那都是百姓的意味之行 那么您凭什么把他调来的 就是因为他沈葫芦问皇国 哪声望考古地 有这么多证记 有这么多问安子先帝 您那把他调来 结果那都是瞎编的 你这么一样来 他敢呢 我从他那个气势上看 不像能够那安子的样 八千岁说 赵祖说已经来了 那咱就试试吧 掉来了 皇上已经给了资品官了 那他问问瞧 不行咱再换 刚往是这样吧 我呀 跟郑王爷明天往那扛 我说你怎么扛的 我们俩都给他设个难题 到这见面 看看他的智慧如何 这二位王爷一宿没睡 二位王爷一宿没睡干嘛呀 二位王爷给臭腿找难题 找什么难题呀 想办法吧 这咱们怎么这么难题 怎么那么难题 这动脑筋想办法 什么动脑筋起碗疙 什么都想了 最后郑王爷有点白话 想出主意了 想好了之后背词 这词背得不耳料 背完之后 两个王爷 换成了胡人的打扮 上这打官司 他俩这来年八千岁 也听说了 他告诉八千岁 八千岁我明天 我头的心堂 八千岁来的堂下站 半逢老百姓 在下个态 很多人都在那儿看着 听说新任的御师老爷升堂了 这二位已经鼓上不肠了 走上来之后 所以扣装看着 他们两个人身上 带有一种官器 这官不小呢 那是王爷 都是到哪儿说上句的人 这两位今天是 假换成了胡人的模样 来到庞下 也得给这位御师老爷下跪 论级别 他比这四名御师高啊 但这两位王爷 都叫考他嘛 对啊 大人 小人给大人监理 扣装的上升旁望西一求 下跪和人 大人 小人我们两个 都是王爷府里的奴仆 是那个王爷府里的奴仆 高王爷说了 回答您的话 小人我是平南盟高军堡府里的奴仆 奴随主姓我姓高 我叫高福 你呢 郑妈爷说 我是这个鲁南盟正印 府里的奴仆 我也是奴随主姓 我姓郑 我叫郑 我叫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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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两个人光编那南齐了 他发个字什么是编名啊 这名没编 人家高王爷 马上现想来得及 说我姓高福 所以主姓高福 不如他叫这名字太多了 这郑经理都没想出来 我叫郑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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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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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叫啥都好 看着你说这话 郑王爷紧张 头上的影子 一听明白就听一个 叫啥都好 哎 我叫郑好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笑 昊成在上面一听 哦 就啥 那你就这么好啊 哈哈哈 哎 我们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敌骨 打官司 高王爷就说了 老王爷说主租啊 少要好 郑王爷嘴笨 说的太清楚 高王爷就说了 哎 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个 高征两位王爷住的这地方呢 当中是一墙之多 我在我们这个墙盆里面呢 就种了一颗葫芦 种了一颗葫芦 这葫芦就过土而出 出了一条车后 这葫芦就爬外 这个外里收的墙就往上爬 爬着爬着爬过墙 就爬到那里就下去了 他在他们家的墙盆里面呢 就放一个所有的坛子 这个葫芦外正好 钻到那坛子口里 开个花鞋子口就接个葫芦 在这长那个葫芦的开始 我们发现 一来二去的葫芦越长越大 就长得越大 后来葫芦长起来 当我发觉的时候 我到那个院里面 就长得要是葫芦 结果我问问 你哪里葫芦 你说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寸 左拽右拽 周围怎么拽 这叉心 就拿得出来 我告诉他 你把那个坛子砸了 我把这个葫芦的葫芦 他说 你把那个葫芦葫芦 披了我这个葫芦的坛子 我要我的这个葫芦的葫芦 他要把这个葫芦的坛子 他说什么也要葫芦葫芦的 我说什么也要葫芦葫芦 因为这个争论不休 到此来大官司 不是说看起来 你先给我奶奶多少绕口令 他为什么说这么巧 备酒了 他能不熟吗 我想这不是什么大事情 你们两个都是王府的管家 近日王府中人 那个王爷是什么人啊 一个堂子一个葫芦 做得了什么大事 还没这个到此来假官 跟你们两家王爷说说 让他们不相谦让一下 要不就大摊子 要不就提葫芦 他就结了吗 大人 跟您说 这事我们想到了 要没想到 就不能上边这来 我们两个人都跟我们两家王爷说了 我们的高王爷说呢 说什么也得要葫芦葫芦 这个王爷说 说什么也得要葫芦葫芦 你说两个都是王爷 我们是下家葫芦人 我们两个王爷说什么 一个要葫芦葫芦 一个要葫芦葫芦 而且我们两位王爷说了 说新台的一位御师大人 这位御师大人 善于沈葫芦 问王国 所以到时候请您去审葫芦 或者听到这位御师大人 就合理了 咯 今天这是故意的 给我出难 你们两个王爷 谁也不相让 对啊 我们两个王爷 都不相让 看来你们两个王爷 都不小气 好吧 其实你们两个王爷 都不相让 这样 我说你们那十两兄子 十两兄子 你们两个家杀了 你要是把汤子打了呢 这十两兄子就给你 你要是 把这个葫芦披了呢 我就把十两兄子给你 我这十两兄子 能买二十多个汤 要买葫芦 能买一大车 怎么样 御师老爷给你们这么断了 当然 这不行 你可要知道 我们那葫芦 不是一般的活 我们王爷的葫芦 这葫芦 是托斯国进贡 进来的葫芦 这葫芦长出来 跟别的葫芦不一样 就双肠的葫芦 然而特别小 这个葫芦 要拼了 再找着呢 我说你那是金口葫 哈哈哈哈 那王爷在旁边说了 嗯 跟您说大人 我们那坛子 可不是一般的坛子 我们王爷那坛子 是阴朝的坛子 哦 这是古典文物啊 后者越听见明白 这长心真是仙利 靠真想 阴朝的坛子 阴朝的坛子 把墙盆底 哈哈哈哈 你那是阴口的 拖丝葫芦 拖丝葫芦 就在墙盆里 冲着往那边打 太多大了 后者心里明白 这是诚心对我 这个难题 就看过了 就是又要糊润糊润 又要糊润斩了 既然如此 好吧 我这十两银子就省下了 就本关于你们了断 你们两个行者 你们两个人 两下图签 买十斤鲜鸭 买十斤鲜鸭 用开水 把他骑成了盐水 骑成了盐水 之后晾凉了 倒在那个坛子里头 胖胖十斤半月的 这个葫芦拿盐水一杀 就都丑丑了 你说就馋这九条银 丑丑把他一滴了 你也有了葫芦葫芦 你也有了葫芦咋的 后人把这话也说 这两人一听 哎呀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您明断 郑王就瞧瞧瞧 张王爷 怎么样了 他俩非以求心 这两句话写着了 你看老郭队 他俩是相忙活 刚王爷说 好大人 叫子出来 那小时我们就 告辞了 两个人站前来 转身想要往外面走 刚要走 扣出去拍桌子 往上 你还有什么分子 我说刚刚 早才没有了结 你已经给断开了 也有了葫芦葫芦了 也有了葫芦坛子了 谁说的 香羊水怎么办 先来水 那十斤咸咸水 那没什么 我们就到了 不能到了 听你们两个人 刚才诉说这个意思 你们两家的王爷 都小口 这十斤咸咸水 要叫花钱买地 因为分这十斤咸咸水 得打起来怎么办 我说说你们 这十斤咸咸水 拿冲冲好喽 一家分一半 没事你们拿这个小匙 都咬着喝 那这咸咸再行 等我肚子一喝 那不我五藏都咸咸了吗 咸咸好啊 五藏都咸咸了 没事 跑到我这浴室大肠上 来放钱屁 下去 两位下来之后 一下打扛 打下围体机率 扣准在上头说上话 底下听他都听见 八千岁就在人群里 一看二位下来了 走过来之后 八千岁 我说这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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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身旁站着两人 寇主可没有脸子 细处怒参 但是拿雅多一扫 就留有印象 听王元明说那两个 也是两王爷 寇主心想说明呗 这俩人就是那俩王爷 暂停不了差不多 一个黑一条一个白一条 二位换了医生 好像以为我不认识他了 我也认识你来 寇主心想 这两个王爷说这样的话 有点冒犯 但是 你就今后问我 我也说没认出来 我就这么着了 寇主回到自己的后堂 马上奔发财人去卷宗 打开卷宗 寇主看看 这里边找出了杨六郎的撞旨 这撞旨就写着 据告撞人 杨阎昭 为撞告本路都招逃使潘仁美 是潘阳两家本无送冤 借因潘子潘豹 力泪击毙羊 服务人 七郎燕子掌地潘豹 潘仁美怀恨在心 出生之时心怀抱负 盛家团朝潘仁美独掌兵权 辽军大兵加进 潘仁美不顾敌众 伯寡之身 强令杨几义出兵 杨令公 距离沉破离开 潘仁美以危敌队 刘仁美折打八十大盘子 军兴严酷 霸伤兵异 富伤出征 雪然辽安 辽军大班 潘仁美强烈追击 我不死 被引到两郎山 无可骄阳狱 辽军重兵没困 不得较出 杨继业派妻子艳斯 手挽迎班军 潘仁美 小设罪名将杨艳斯 绑带高竿乱剑射死 重剑一百丁三 臭伤七十有二 潘仁美之若挽奔 按兵不许 杨令公 叛儿不道 叛兵不来 内外驾功 梁草俊绝 叛救兵 望穿双眼力 求救援 叛断甘肠 时长如日 日长如岁 遥望南天 向京都圣子无骨 两万宋军 向白发红颜 万般无奈之议 杨令公 向韩信背水之战 雪霸王拓府沉州 毁国造 搭档堂 困力突围 困兽 游斗 相战 几雷 突围不成 杨令公 怕落敌手 不我家风 毁我国龙 纵马到苏妙 前地 雷飞下 三头碰 折弓断 杨令州 不及埋尸 上马 踢枪 从往初冲 到营中 面前攀帅 攀帅 用脚 杨令州 横下作汉 信用 内兄 相互 逃进 中间 面前 胜上 潘令北 狭贤 暴徒 官暴 司徒 罪得 骏马 苦害 梁将 罪不 容诸 其耕 如蛇蝎 其 阴险 如 柴朗 万万万岁 明察 细审 强审 潘德 以罪 两万 宋军 地下 之 一屋中 杨颜昭 寇 寇 后宫看着 打盖着意 寇 寇 心 真要像杨颜昭 所说的那样 跟潘日梅 和你 有罪呀 刚说的事 刚抛出盖 进来 打扬 娘娘千岁的 叹奸 张九 成功功求奸 寇 寇 当时战 娘娘千岁的 来着 对 张九成 张公公 这会摆罪 想想 别 八人 不能摆罪 想想 在后门 来了 在后门 为什么不搭 上一门 他就在后门 找门 在某一会儿 寻 明将外 不想 好 这构不出的话 让你真的想要 往外赢 就还没怎么出口去 就乱 在那边有人说话 康律室在哪儿呢 建建这康律室 经的乡就是那太监们儿 后门刚要往外走 一看就到外边走的一个人 这位就是张九成 这张九成 长的那个厌宝 就是一个最大设定 就是全都是往下垂 这眉毛 八字眉 我们现在老公 八点二十的眉毛 就那种眉毛 八字眉 八点脚 这个鼻子刺 也往下垂着 嘴角往下撇着 六肩膀 大肚囊 小脚囊 想说一张劲 数两分鞭 这不我跟那两个小菜去 这两个小菜去 抬着一个大驴盒 这驴盒很精神 一个小匾子 这小匾子都很精神 红木 外面还有点油漆 一咕噜一咕噜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家的东西 扣了一张 不哟 英雄公公敲这些事 嘟嘟嘟嘞嘞 没得上没得上没得上 扣嘞嘞嘞 一把钱 进来 进来这么扣嘘 先生的张主成上座 扣嘘一般让他做一般心理可敌 这怎么回事啊 娘娘派人太监 说皇上调祖 派随文俊 这则可敌 有会什么乎 我跟娘家不认识 娘娘派在看开 扣嘞 呼人家一转 她明白了一点 张角长就坐 往里做 调这 WORSE shab ¿ 特伦啊 娘娘对你很关注啊 听说 当军省上 由峡谷县调来了这么一个陷阱 审问三小两家的案子 又听说你的峡谷县 围观青年两修 听风 问了很多的疑难的案子 这是我们大宋国朝的部分啊 有你这样的忠臣 娘娘听了之后 也非常高兴 跟我们大宋国朝的棍儿啊 像你这样的多一点就好了 所以呢 娘娘派我 给你送了点东西来 小小的礼品 表示娘娘对你的一点褒奖 来 打开 让客人看看 说得打开 旁边的两个小探人 就点了头去 这大笔和不大 一一二大 从靠北方旁边一看 哎呦 这第一层 八个粉碎杯 战略 都是上层品 一个马脑 这一套酒具 就能值数千两点 靠这 看来 见过这东西 不小小的气氛 从没见过这样的背中东西 再看看第二层 二层 第二层 一个小盒非常精致 就镶嵌一颗夜明风 这一块一个小盒 镶嵌两颗猫眼 猫眼呢 就叫猫精石 放不住 每大同学都明白这话呀 这个猫精石 有活眼 有死眼 死眼不值钱 活眼值钱 这活眼老是变化 这一块活的 这都是外国进来的 皇上给娘娘 娘娘拿到宝货门去 扣扣一看 但是我听说 看什么呀 这个叫夜明珠 现在你看不出什么 到了晚上 比方说你这个蜡烛要缺了 你要办公 你就把它挂到旁边 照个列 你就能写东西了 哦 我就说这个东西 是无价之宝啊 有价就不给你送来的 第三层 一尺半长的金马鞠了 这个金马鞠的 那金座的 床的夜子 活生生的 这金子 还记得念99% 客户一看这里 客户当时心里想 这么多的鬼城主席啊 客户 这点东西还行吧 啊 你要可说 这案子 你要好好问 问好了之后呢 娘娘还有赏赐 要再赏赏赐 肯定比这个职能高 不能低了 明白吗 啊 供应公大臣 今天先收起来 大礼盒都放好了 盖着盖着 扣着 这样 供应公大臣 这个礼物太盛了 武功修辱 欠修不满 靠着 小说一个 欺贴品项 出道 精致 刚刚生人 四片玉石 还没有神 不可恶 还没有正常 本来 娘娘就送了 这样的动意 我怎么感受 正像娘娘所说 娘娘包奖 我这个清官 怎么着 娘娘包奖 让你是清官 你收了娘娘的东西 又不行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娘娘说我是清官 还求娘娘让我清官到底 靠着 我干 我知道 没来之前 我就想 像你这样 年代来的这么个官 肯定 对京师里的事 并不太老 这官怎么当 你也不当 臭 我告诉你 今天给你操了耳朵 让你赶赶见识 要当官 不想当好吗 对善 你得要顺 对下 你得要狠 对从了 你得要敢 看声 你得要准 脑袋 你得要活 腿 脚 你得要勤 干上 就上 该打听什么 打听什么 最后 你这官 才能当好 扣着 你得要知道 这京官可不好 在下古县 你是以方的县令 当然你在那个地方 你说了算 你就是这个地方 土王的 谁也不敢惹你 到这 上年 提可有的事 你四品官 不算响了 但是还有三品 还有二品 还有一品 还有公国王宫 朝朗复马 还有皇上 还有娘娘 都管着你 扣拳 你招门 娘娘这份离 你要去烧了 这就叫 娘娘给你脸 你就要脸了 如果娘娘这份离 你要不烧 那就是 给你脸 不要脸 扣拳 你招不了点 你这官 还当得成吗 你运到 得 长得稳 长不稳 都是眼设着 张九成这话 说得不几乎慢 但是言语里面 内藏锋芒 扣吻清门之后 站在这儿 往分间的言语 心里的想 这我怎么办 这东西我不收拾 我当年就把西公娘这个念子给剁了 我听说了 西公娘在皇上面前说话是算数 是有作用 公公全罪 如此说来 独蒙之间 这个礼品我收下了 哈 这个礼品你叫少许万 不过 说这么重的礼品 这个 有没有礼担在你 尖底下那层是礼担 就在那儿画 啊 靠水 靠水 紧注 娘娘再给你 绝不能再给你重下了 啊 谢公公 谢公公 回去向娘娘 转大 兵之间 谢一 哎 在这儿 不久待了 走了 这三角城 卖着八字木匹 十八嘴 他跑了 最后两个小大兵跟着也冲走 他们出去给我控股 站在屋里边炒日礼盒 老半天 没做 这张超牛干 打人过来 大人 这些东西还真值了银子 是啊 这是个东西啊 我走 我走啊 打下去 那你又生不住 胡说 我说了这几个东西 我这个心里头就冻了病了 马上都信不着就 来 买这对吧 您干 我出门去 啊 您出门去 对 开着这个礼盒 踏进 中超牛干一样 这办事给扣子废了 别做教 扣子自己一个人当 外面上了他 告诉张超留外抬着礼盒跟着 上哪儿了 上南清宫 扣准到南清宫 来到南清宫这个地方 张超留外抬着礼盒办 扣准呢 但是张超留外抬着礼盒 这城下的族人啊 王阳宁就罢了 去老板来啊 他倒在门口这儿 平静 扣出相 啊 让他们两只牵着马 来到这个南清宫的族人 一扣到南淮 里边出了一个门房的管家 这人姓王叫王队 一开门 这王队四十一岁 长得白静心的面皮 细眉毛 细长的眼睛 五官尊 一看扣子 不认识他 尽管扣子 穿着官国 四禀官的官国 到这儿算过什么 在这儿出路的 都是什么人 这王队一看 找谁啊 我叫扣子 扣子 新上任的西台律师 修建王爷 用钥匙相顶 什么 西台律师 王爷正睡觉 睡觉 对 王爷正睡午觉 没起来呢 王爷睡午觉的习惯 谁要打脚了 王爷要怪罪 哦 这样啊 你 聪明医生 就说我扣子来了 聪明医生之后呢 王爷如果说不见 我就回去 王爷要见的话 我就进去 当你说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不就是个西台律师 到这里 这什么地儿知道 这儿南清宫 南清宫王这儿 从来进去的子套 现在给我现脱了 说实在 王爷睡觉 谁也不能为你聪明 给你聪明 我们是当国人的 左一趟右一趟 嘴皮都磨薄了 鞋里磨臭了 这鞋 谁干嘛呀 真是霸道 你们的事儿也多 当然 我们王爷 那是一人之下 人人之上 很多事儿 都过来找王爷 我们不能都给你聪明 都聪明 都聪明王爷 累着呢 啊 不想 行动的地方 先回去 改人家来 靠着名位 靠着人家王里聪明 嘴皮都磨磨了 鞋底摸透了 谁给买鞋 要鞋钱 哦 哦 清光贵姓 姓王 我叫王沛 我就是门房的管家 扣着心想 王丞相还说八千岁 是朝纲中少有的青年王爷 怎么你少在这儿也这样啊 啊 扣着心想 我甚至没带什么钱 一转身 把礼盒打 第二层的一对猫眼 你扣出一个了 哦 这有点些小的礼物 送送给你爸 把他换了钱 可以买一套鞋 哈哈 哈哈哈哈 这转移 这个王特主义 接住了 这王特主义 这王特主义 为什么 他家里还开着珠宝店 哈哈 你看在这儿给王爷们 团那张管家 那是有买卖 他是这个珠宝非常认识 你看这个 我的天哪 这个人一见 这么大的猫眼 二十五万 大多十几点就会怎么 哼 哼 哈哈哈 嘿嘿嘿 你等哪 你等着我给你 往哪里传给一下 我看看王爷起了没有 我估算了这个时候 也该醒了 哈哈哈哈 可是你等著 让他等一会儿出来 王爷说了 有情 好 多谢多谢 其实八千岁没睡觉 在书房里边看书呢 八千岁在看书 透出这一镜子 王爷站住 哎呦 扣清来了 王家相对 你好你好 快快警告警告警告 哎呀 宪长 这做宪长王费心里说 在王费眼里边请大回事啊 王费 手机的餐人给现场 现场查了 后人没敢喝 八千岁就问 扣清 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 哎 王爷 你不是说 要让我先生来穿出来吗 现在我就往先生穿出来的 哦 好啊 怎么样 哎呀 这案子你问了吗 嗯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就要问了 啊 就要问了 王爷 呃 我是坏起来的人 不知道东京边疆的鬼 倒在这儿以后 得一点一点的开窍啊 呃 所以 呃 我的老爷在这儿整起来 来 刚才那外两个人 把这个礼盒 拿起来 礼盒拿起来 往里就放 八千岁一块儿 这是什么 哎 王爷 呃 七少礼品 送给王爷 啊 送我礼品 啊 对 还对 呃 大家看看 不是 啊 王爷 王爷 一看 哎呦 先啊 粉碎 马倒 再打开 猫眼 变成不公 你妈是可笑不一个的 哈哈哈哈 完了 第三场打开 你看 一十万场的金马鸡了 呃 呦 这家伙值了钱啊 王爷一听 客户人 这是你给我送的 对 我和王爷 这是我送给王爷 王爷当时进场投本 你是个新冠吗 哈哈哈哈 你在夏古山那个地方 哈哈 咱们走连忙 能这么多东西 哈哈哈哈 哎 我把你看错了 所以八千岁 端着了把这个脸沉起来 客户人 你把他送来给古广 什么意思 不是什么意思啊 王爷当时 我到在这个中庭店里 或者到大方之地 朝公的规矩 刚才 我的律师部里 正要准备上他 呃 喜功良良 派了一个太监去 所以我送了这几个东西 说这是 朝公的规矩 还交给我一套座 不然知道 呃 什么 对少要深呐 对少要恨呐 呃 对同流要梗呐 呃 眼睛呃 呃 又灵呐 腿瘤又轻呐 呃 我都一一几下了 我一想 这几个东西 我哪有福本享受 既然是都讲着这个 那么我就这个东西送给你来啦 哈哈哈哈 扣吓 这是真的吗 真的 望远 不信你看 这里边还有理事 那底下 那理事 哪里 你看看这是理事 不光这个 那位公公前四是说的 这个案子要是梦好了之后 这你要不要还有相思 比这个还好 呵呵呵呵呵呵 啊 靠准呐 这个东西既然送给你了 那你就收起吧 王阳 这个东西不需要做悟了 你都得收这个东西嗎 那倒不是的 量力送给你这个东西 那说明对你 靠准 现在先看了 宫地的东西 无王我怎么能收完 听到你这个意思 就是要让我贪草妄化 呃 妄王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你和娘娘之间的 人情 妄王不管 妄养 你要让我一般写段评 现在还没有方案 就有人到此行徽 我这小小的色情律师 我可抗不住西宫娘娘 那么你是女人 是想万个至少 那一直到此 把这个东西献给王爷 就是想跟王爷草和主 王爷你要让我收的话 下官说什么不敢收 我要不收 娘娘千岁 就得想办法 就有此理 我想找到四平官 我可得罪不起娘娘 王爷 我说这个意思 就是把这个东西 请你借我收下 因此为证 说明我扣不住 并不看得到 哦 是这个意思 扣请 好 既然这样 这个东西就在我这寄存 必要的时候 我要拿出来 对 这还好 王爷 谢谢你 谢谢你 既然既存 请不及 谢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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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女生 女生 女生 来着 忙一尝一尝尝 今晚 觉得一个什么 鬼子也蛮老 蛮老 蛮老颜 是吗 哈哈 还是 这是一个 哦 那一个要给你 那个看门 哈哈 什么 给他们 说你那个总管 叫王培 呀 嗯 他说的 怎么去 他说的 他说的 嗯 不给点东西不上进来 哈哈 哈哈 有这种事情 看门 你这个地方 不是青梦 是啥的 哈哈 有这样的事情 好 等我去 你再等我 把这个东西就收起来 这边有人把东西收起来 扣准跟王爷说 我要告诉 没有别的 从王爷的关键时刻 能给我做主 八千岁 好 八千岁 所以我跟着王爷送扣准 也能送到大门里 这王看一看 王爷送出来的缘可没有 一般谁来了 该走就不过 王爷不出来了 这不一看王爷送出来了 哎呦 这王配 也害怕 今小政委 干嘛有什么关系 来叫扣准 这些 您咋 哦 告诉他吧 王爷 你也往外送 王配 我问你 你收了扣他人的东西了 哈哈 他在这 下次马上逃出来了 王配 我问 谁让你 那是收起 门包 王爷 我自己人 没人让我 我自己人让我收你 我让你收什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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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没让我收这个东西 那就是我自己人 跟谁学的 不是我 我这是跟别的服学的 别的服把人都收了 我跟他们也收了 我也收一回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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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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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把王配 转到后边 乱滚打赌 你就把 马上 往这身后过来 这一抢 这个王阶,扣上一个,慢着,慢着! 王爷,没有这样,你别不能乱锅打死! 谁要呢?你会干什么? 这个王阶,一看吓得压太软,那会呢? 扣上人,扣上人,你叫他们撑着了命啊! 叫不叫撑吗? 扣上一个,慢着慢着,王爷,你听我说两句好。。。 听我说两句 好,正好。 扣上一号,说什么? 我和王阶小子,是这么回事,我和这个人 千万不要乱攻打死 一个呢 他就是手脚人包 犯不着死碎 我是御史财呀 我知道法律 要是我的打死 这就是量刑过重了 那我的小子是这样 我看他 归成我的脸上 还是留着他 留着他我想他 他能记得到我的王陪 这回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以后还收门关了 我不收了 不是帮我来 别人来的收 别人来我也不收了 所以王英九流他有一个好处 我们两个是一回生 两回生 今后我要再到南清宫来呢 他一看见我就认识了 你能记得不完 为什么 孟大人 我爹记不住 我也记住你 好了 既然有此的关 那就这样吧 王英 这个面子给我的 把钱就点都气白了 哎 想你的 再有此事 我要你的狗命 难怪 然后眼睛 这手别人 臭鞋子 这时候 寇宫出了大门 寇宫出了大门之后 发现你最后也跟着出来 寇宫一个 王英 请留步 请留步 下方我就要不去 靠外界 攀阳两家的案子 全托付在你的身上 王英 飞机之道 说着话 寇宫把这个马就牵过来 寇宫牵过马来 他到这边 要翻完认证 要上马 他刚一翻 这安子 这边一认证 他要八千岁过来 啪 把马僵上给他裸了 在这给他牵着马 到着他 寇宫刚要一认证 王爷 偷偷追 我来让王爷给我牵马 古东就怪在那儿 八千岁牵马 寇宫 知道为什么我给你牵马吗 我给你牵马 就真的 你是大宗国朝 少有的清官 王爷 被真非关清天 是你一样如此啊 王爷 你要不回去 我不能上马 上马吧 孤王牵马就这一回 谢王爷 谢王爷 靠宫转身上马了 王爷把这个马 姜绳牵着 往前走着两步 八千岁 我谁就吓死了 王爷说 不用下去了 孤王给你牵马几步 姜绳给你啪 把姜绳给靠 靠滚鲁某女 姜绳之后 天下 八千岁对我这样 西公娘对我那样 这个干子可太难问了